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很多网友就会想 这么跟实施热点 看来平时吃瓜真的是有用的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让小编那道吐血的圈中梦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近李小璐的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不仅又胜诉了一起名誉权啊 还有知情人透露 李小璐准备复出了 有杂志约了他在拍内夜 其实根据网友观察 李小璐之前不管是拍vlog还是做工业 也一直在为付出试水 如今也算是有转机了 与此同时 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李小璐的微博背景悄咪咪的换成两人结婚照 两人还一起去看了甜心的期末表演 同时晒出同角度照片 哎呀呀 这么多巧合 瞬间让瓜友炸了锅 猜测两人难道是和好了 老圈圈说 娱乐从来就是个圈 林心如生完小海豚 又被电机上啥时候拼二胎 最近跟霍建华出席聚会穿的宽松了点 于是怀孕传闻又是满天飞 搞得格格昨天直接在微博上晒健身照历魄谣言 看着满头大汉 也是够拼的 只不过当初营保晒完皮叉 可就中招带娃了 林心如这回也晒皮叉 到底是烟雾弹呢 还是想澄清啊 老干部霍建华虽然现在都是神隐状态 但之前可是在采访里说过期待而胎的 不知道小两口打不打算把这事提上日程 毕竟只有一个女儿 没法完全存在二位的美颜基因 我等眼狗啊 可就等着你们晒娃了 见过范爷演戏 走红毯甚至rap 但你绝对没见过冰冰草原动感打太极 昨天有网友八出十四年前 范冰冰身穿高开叉白色紧身旗袍 在廉价抠图特效中跳舞的广告 这不是我大姨看的广场舞教学视频吗 然而广告中的冰冰不止身处草原 还不停地在沙漠 高楼大厦 以及鲜花丛中穿梭 可以说是非常鬼畜了 看到后一众瓜友在朝范冰冰五毛特效 抠图鼻祖号 圈圈默默许下愿望 下辈子还是让我来替你承受着不服的美貌吧 与姐姐接地气的洗粉模式不同 身为一个成熟的艺人 范澄澄已经学会自己拉粉丝做数据了 近日报过严实的澄澄现身机场 被粉丝包围的时候 不仅不承认自己就是范澄澄 还动员追星的阿姨关注超话 阿姨也太可爱了吧 管他哪个事都拍了再说 昨天中午姚晨在微博晒出 与郭京飞杨又宁的同框照 温馨十足 配闻社会人 聚外亲如一家的脊外 昨晚也在优酷拧成了一股神 合力直扶苏大强 我哪儿也不去啊 小事我哪儿也不去 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 那就直接把我送到老院去 就让我死那儿得了 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来 回我家去 走就走就那么大个火干啥呀 走走走 厉害厉害厉害 跟名誉从小打到大的名城 也有佩服名誉的时候 要不是这两集 昨晚接机的粉丝 可是都准备全打郭京飞了 不是因为今天这两集 我们看见你都应该揍你了 这两集变好了 好容易洗白了 这不叫洗白 应该是说明 只要好好沟通 一切都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唯独剩个多惊苏大强了 VIP大大们搓搓小手 赶紧锁定今晚优酷的都听好大结局 再看苏骨做一把吧 吴景言和红瑶昨天再度被吃瓜群众 八出就是在吴景言家拍的 有图有真相不说 还一连气翻出一打证据 一年前的视频照样给你按针对质 还有这情侣款的帽子 话又还特意补充了是小重款 很难撞杀 只能说这些恋爱的小心思 真的是很难掩藏啊 哭着说未解瞎了的粉丝也别激动 能这么死心塌地 说不定是爱情啊 至于小姐姐之前这果断三连剧 是不是真的要打脸了 就看两人后续剧本怎么来了 昨天凌晨 胡贤旭女友在微博发了落泪的小视频 配文就一个字 错 看到这儿 瓜友立马都不困了 排着队问人家是不是分手了 妹妹虽然小 粉丝照样冲 这不直接开队让围观的吃瓜群众闭嘴 胡贤旭前两天倒是也发眼睛特血来着 不过是个欢乐杀雕小视频 照理说人家小两口的事 路人看个热闹也就得了 奈何当初小老弟儿是爱那叫个高调 就不能怪瓜友附赠全套售后服务啊 至于说人家谈恋爱别公开 分了太尴尬的 这才是年轻的特权呀 咱们想做 还没人为官呢 昨天有人爆料 自己在西藏旅游的时候碰见了陈金飞和杨彩月 紧接着就有人跳出来 说俩人扯正结婚了 真是度蜜月呢 眼看着这一溜高清大徒堪比剧照 新闻风格直逼水涓 瓜友集体不干了 朋友 你出来混是不是稍微走点些 本还想喊你打个马 别让人倒图了 一看你这图也太清晰了吧 还有福尔摩斯瓜分析 估计是前一阵抢刘亦菲角色的事 闹得太不好看 这才应为个料转移一下注意力 不过也有瓜友说 背不住真扯证了 要不能给撕好莱坞电影这么哄的资源嘛 甭管真真假假 圈圈我只想说 强扭的瓜不甜 还是等时间给我们答案吧 四生四生 九死一生 未追星不止不顾个人安危 还把公共安全和法律抛之脑后 TFVS经历过的 如今师弟团台风少年也同样遭遇了 近日 时代风俊旗下艺人台风少年团 在海外训练期间 多次遭到私生尾随 蹲手 围堵 不堪骚扰 公司终于在昨天发出严正声明 称成员们的个人信息 多次遭到泄露与传播 严重妨碍了艺人及相关人员的生活 警告私生犯如果再有类似行为发生 将寻求当地警方帮助 维护艺人人身及隐私安全 圈圈温馨提醒私生 多看看法制频道挺好 以前活得不如狗 现在活得不如鸭 昨天下午 王可可失宠惊险微博热搜 哪您 网红能失宠 但我不信可可会失宠 围观才发现 原来是王思聪养了两只鸭子 并自爆是吃巨子买下的 巨子 两盘烤鸭能有多少钱 发得圈圈一茬 这可不是餐桌上的美味鸭 而是专门用来当宠物养的科尔鸭 一只大概要软眉币五千到一万呢 果然是私人飞机遛狗的主啊 圈圈大概数了一下 这些年校长买下的宠物 阿拉斯加王可可 鸟中贵族葵花鹦鹉 猫中富豪不偶 暗得数不来的科鸡 草泥马 土拨鼠 龙猫 网友就想问问私从 你这是要开动物园吗 最新一期的这就是原创 瓜友的青春回忆徐良 发布新歌却惨遭淘汰 还被原创捕手肖敬腾当年第四 其实在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就有做过这样子的作法 这样子的东西 会担心它 让人听起来很 很有距离 但是这边 我们要选的是未来 跟可能 昨天小哥哥自己发长文 表明了继续原创的决心 还附上了自己在节目中的作品 汪速龙转发支持 传统文化也是未来 徐良还在底下互动 不愧是三巨头的交情啊 有粉丝心疼 徐良也是前辈 还要在节目上遭受这个 不过更多瓜友都理解老肖的严格 毕竟节目更多的是凭音乐说话 神仙打架的场面 也不是头一回了 至于马斯卡和徐良到底谁更厉害呢 来我优酷独播的这就是原创 亲自评判吧 八卦很久远 娱乐圈不停 这就是娱乐圈每天早晨八点钟 带你皮卡朵带你飞 让你秒边圈里人 我是西西 这就是娱乐圈 我们下期带你接着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时抓根 年表诚无憾 这事件很苦